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客户到银行网点的次数越来越少 但是客户对银行服务品质的要求并不会降低 银行与客户接触的频率也不会减少 反而是越来越多 要求也越来越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银行的客户中心就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、智能化和便捷化的服务 中心银行新一代客户中心是采用的华为的整体的解决方案 我们构建了南北中心并行运行互为栽培的这样一个架构布局 一个是在北京、一个是在深圳 共有5000左右的互入互出的一个作息 但是均互交量是在40万以上 双中心双活的方案保证了客户服务中心的业务连续性 2016年的10月份正好遇到了深圳的这个大台风 工厂停工、地铁停运 我们有一些路途远的员工就没有办法上班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把服务的能力快速切到北京 这样保证了客户的服务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中心银行新一代股调中心支撑了全行零售、信用卡、公司等客户服务业务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已经成为我们行客户经营对外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平台 华为方案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,技术领先,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的扩展性好,集成度和整合度很高 服务支持体系完备,服务的响应非常的迅速 第二,从我行的经验看 这个项目的总体应用成本包括项目的软硬件的投入 实施成本,后续的应为成本和扩容成本 至少接约了50%以上 在项目合作过程中 团队的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 使双方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 确保了项目按期按制成功的投产 第四,我们非常看重华为在后续的云化、移动化、智能化方面的 持续的研发和投入 这对这个产品线的持续的升级和扩容是非常重要的 在效率提升方面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是 根据我们业务部门的一个反馈 那我们新的系统在预测外户接通率这方面 大幅度提升了20%以上 那这一块是给我们的日均创造的收益也是比较可观的 华为的方案也非常的灵活 不仅可以用于传统的客服服务中心 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的业务领域 比如说我们的账务中心为了确保客户资金的安全 在客户大额资金汇出的时候呢 会和他们的财务经理进行一个确认 这个需求提出了以后呢 我们就用了不到一月的时间就满足了业务的需求 业务非常的满意 华为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是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不光是规定性产品 包括服务器、存储、网络交换机 都是采用华为公司的 我们认为这种一体化 使得我们的连条测试、业务开发 以及项目投产都得到了简化 这种简化大大减少了我们的集成 和生理过程中的沟通成本 华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企业 在未来我们期盼华为能在 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企业通讯、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 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也期盼与华为有更深度的合作 感谢观看